2010年7月23日下午3点45分 林丽萍女士在深圳凤凰医院顺产了一名男婴 夫妇二人都相当兴奋 然而这份喜悦还维持不到6个小时 晚上9点多 等到嘴管内麻醉的药效失效后 产妇开始喊屁股疼 林丽萍跟丈夫陈默都以为这是正常的 毕竟第一次为人父母嘛 谁也没有经验 谁知道这个疼痛越来越剧烈 疼得林丽萍辗转反侧无法入睡 陈默这才脱下妻子的裤子 卧槽 妻子的肛门肿的可怕 还有脱出物 按照陈默的说法 肿的比苹果小一点 比鸡蛋大得多 而且脱出物上面一圈都是黑色的线 陈默认定 妻子的肛门也缝上了 那怎么生个孩子跟肛门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会动到肛门呢 于是陈默就找到了负责接生的产科医生 产科医生的回复是 不能吧 我没有缝啊 但是陈默的眼睛又没有瞎 明明看到了黑线 怎么能是没缝呢 于是他找到了从妻子刚来到医院 然后到生产 一直陪同的住产室 张吉隆女士 张吉隆说 对塑缝的 根据陈默付出张吉隆的说法 看他有痔疮 给他做一个手术 将来赏得他再做一个 顺手就给他做了 没不是谁让你做了 他说要不这么吧 免费了 反正也没通知你们 这个手术不收钱了 可不是嘛 生个孩子 顺便帮你把痔疮治好了 而且还不收费呢 你还想怎么递啊 年间妻子冰敷 然后又打了取马多 也就是用来缓解疼痛的药物 都没有作用 沉默越琢磨越疑惑 不对啊 我是来生个孩子 你缝我肛门干嘛呢 但是张吉隆的说法就不一样了 他表示 我就是扎了个智盒 他就是说我缝干门 这怎么可能呢 这个扎跟缝 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这个后面再来细说 按照张吉隆的说法 林立平的生产过程都非常顺利 但因为是自然分娩 产妇的会因需要缝合 缝合的时候呢 张吉隆就发现 产妇的痔疮 因为生产用力拖出来了 而且还有出血的现象 所以张吉隆就压了一下那个痔疮 试图帮他止血 但压迫止血没有效果 医生也已经离开了产房 产房里只有张吉隆一个人 张吉隆身为一名助产士 已经有20个年头 他的经验驱使 他本能地拿出一旁的4号黑色丝线 为产妇的治合做了个结扎 那个结扎术呢 简单地讲 就是在痔疮的根部 用丝线记紧了 让血液无法流通 得到痔疮干瘪了 就自然脱落了 按照张吉隆的说法 产妇当时肛门肿胀的厉害 出于本能 他就进行了这么一个手术 而且就这个几分钟 顺手的事而已 不用感谢啦 但是沉默不领情啊 即便你看到了痔疮脱出 伴随出血 你诉前是不是应该通知一下 再不然你诉后 是不是也应该通知一下家属 哦 生产的时候伴有并发症 所以做了个这样的结扎手术 都没有哦 是直到妻子疼得实在受不了了 沉默才发现 原来做了个额外的手术 于是沉默找上了 其他医院的妇产科医生 他们的回应是这样的 见过这种事情 产后 马上做一个额外的手术 还是一个肛门的手术 这时期的处理的话 去手术的话 一个预后是不好的 那么另外一个实际上 也不必要这么着急去处理 因为这个一个是容易复发 另外一个呢 容易感染 得到了这么一个解释后 沉默活冒三丈 首先 除了前面医生说 不应该在产后 做其他手术的这个结论之外 你一个助产室 你有行医资格吗 其次 痴疮结架素 是把治合的根部 用丝线记紧了 他没有创口啊 但是他分明见到了丝线 是插进了肉里的 这是缝 不是渣 这分明就是把妻子的肛门 给缝起来了 沉默前前后后这么一联想 他得出了一个 令他冷汗直流的结论 朱产室 这是蓄意报复啊 原来就在沉默跟林丽萍 当天住进了凤凰医院时 朱产室张吉庸 就给产妇 做了个产前检查 检查完后 张吉庸就对沉默说 你们准备准备 沉默就疑惑啊 准备 我们准备什么 不是就等着推进产房 生孩子吗 然后又过了十分钟 张吉庸又进了病房 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沉默回应 准备好了啊 然后沉默还是一脸 胡一的看着 住产是张吉庸 第三次 张吉庸又进了病房 他说 你们孩子一出事 第一个见到的人 一定是我 不是你们 那你们准备好了吗 啊 不是 你们带钱没有 哦哦 我懂我懂 按照沉默的回忆 张吉庸当时明确说了 产科医生600元 麻醉师600元 至于我嘛 是第一个接触新生儿的人 你们就看着给吧 沉默说 为了给妻子最好的服务 深圳凤凰医院高级担任间 一天就是400多元人民币 比其他医院贵得多 他也知道 医院有这个 私收红包的不成文规定 但是因为当天 送妻子到医院太急 身上只带了 可以刷卡用的银行卡 以及200块的现金 200块作为红包 实在拿不出手 所以他告诉张吉庸 妻子临盆 自己实在走不开 等孩子生下来之后 必定送上千元红包 然后张吉庸就脸臭臭的出去了 沉默心想 啊 这是不给钱不让生的意思啊 眼看妻子疼得越来越厉害 在张吉庸第四次进入病房时 沉默立马掏出了 仅剩的200块钱现金 用红纸随便包了其中的100块钱 然后塞给了张吉庸 他表示 这个不是红包 这个是定金 另外100块钱是要给医生的 张吉庸很不情愿的接过了那100块钱 还说 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人 哪个生孩子的 像你这样的 因为当天晚上 就发现了妻子的肛门被缝线的事 沉默也不可能再给余下的红包了 然而就像前面沉默说 妻子的肛门是被缝上了 而张吉庸是说 将肛门上的制和结扎了起来 两个人的说法不同 这一次 两个人关于红包的说法又不同 张吉庸表示 沉默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他四次进入病房是为了催促产妇 因为产妇振动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 然而产妇却还在吃饭 如果在病房里生产的话 那就是住产室的失职了 而对于红包一说 张吉庸是这样回应的 她表示自己确实收到了一百块钱的红包 不过红包不是在林丽萍生孩子之前 所谓不给红包就让产妇把孩子生在病房更是扯淡 红包是在生完孩子之后为表示感谢才硬塞给他的 这两扯之间可是吊销执照上的区别啊 而且不是他所要的 而是对方硬塞的 不仅如此 第二天下班之前 他就把一百块钱的红包塞回了他们的置物柜里了 后来在院长的提醒下 陈默也找到了那一百块钱的红包 妻子刚门被缝射件事 陈默跑了好几个医院咨询医生 妻子也在病床上疼得死去活来 由于疏于照顾 刚出生时健健康康的孩子 在室温1944度的房间冻出了肺炎 在出生的第二天 就被送到了另一家医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然而就在第三天 根据陈默的说法 驻产室张吉庸突然找到了他 向他表达了忏悔 还说要不你把我两巴掌解解恨 还表示为了道歉 他愿意承担他们的住院费用 随后张吉庸更缓解了妻子的疼痛 他说只有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别人没有办法的 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原因 他说到这个 他说我可以减轻他的痛苦 我说行 既然是这样 只要是大人有一个前提 只要是大人和孩子都平安 我可以既往不咎 他就进了我们房间 光我老婆那个 那个突出的那一块 反正就在那 不知道怎么弄啊弄啊弄 老婆就在那之前那么痛 第一次就被他弄的 反正就是痛苦减轻了不少 不知道他怎么弄的 见妻子不像之前那么痛了 陈默又赶到另一家医院 去看望孩子 没想到就在途中 妻子竟打来了电话 我老婆打电话 他又进来了 强行在刚才那个地方 在拆线 这个时候我就往回赶 赶回来给他堵在房间里了 我说你啥意思 你早上才跟我忏悔 你现在又在干啥 他说不是啊 什么这个九点钟位置 六点钟位置 这个病灶不给他除了 他不舒服啊 这么回事 看来这个张继雄的道歉 根本都是假的 就是想支走丈夫沉默 然后再毁灭证据啊 来了张继雄又是另一个说法 我就没风筝 我猜什么线 我真的搞不懂 在这个送这个 给他送痴疮这个过程 可能送的有点深了 送的深了这个过程 他屁股 他屁股动动 这就疼得比较厉害 这就他就不依不饶了 我这会儿就成了罪人了 就不是他前面说那种感谢的话 这医护人员跟病患之间 还能有信任吗 这个时候 陈默终于不再迎刃 他拨打了当地媒体的电话 诉说了他那个版本的故事 于是一条标题为 仪嫌红包给的太少 助产室逢了产妇股肛门的新闻 迅速在网上发酵 不仅是深圳凤凰医院坐不住了 立马对助产室张继雄下达了停止检查的人事命令 还惊动了深圳市卫生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 该委员会马上介入了调查 并展开了一个所谓的新闻通缉会 当然我也希望事件到这里就好 标题只是动动 内容只是令人震怒 但是现实并不是非黑即白 并不是谁是爆料者 谁就一定是对的 我肯定是要实事求是的 在新闻通缉会之前 专家组也对产妇进行了会诊 当中一家公立医院的钢肠科主任认为 自方出血以后呢 中高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们 就做了一个缝扎止血 我今天演了一种缝扎 缝扎当然又用针了 虽然是止血的行为 但也是缝线 既是缝线 那就是动针了 然而张继雄在一个小时之前 还信誓旦旦的以人格担保 绝对没有用到针 没有缝任何地方 没有动过针 绝对没有动过针 处理是处理 只是结扎 直血 7月29号 就是林丽萍生孩子的第六天 深圳市卫生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 公布了调查结果 绣任助产室是为产妇进行了痔疮止血 而并非家属口中的 因为给足红包肛门被缝 不过助产室的行为 明显超出了其职业范围 属于违规操作 但是缝和痔疮的这个操作 是没有问题的 经过纱布止血是无效 由助产室 用4号的丝线 于根部 结扎止血 使用卫生技术委员 超出其职业范围 开着诊调活动 我们将要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对医院进行处罚 然而奇怪的是在整起新闻发布会召开的时候 事件的当事人及爆料者 沉默夫妇真的沉默了 始终没有露面 连手机都打不通 难道他们真的欺骗了公众吗 7月31日 消失了两天的沉默 终于出现在了媒体面前 他说他是被凤凰医院被迫收生 我站了4个保安 到哪去跟着不给去 要往那边不给走 我是上洗手间 护送我过去 客户 等我真正能出来的时候 听说已经刚才来过洗手了 当然沉默是不是说了实话 没人知道 因为如果是我的话 既然要消失 我就让他消失得更彻底一点了 对于委员会以及专家们张继雍的结论 沉默并不接受 他形容妻子的肛门 就像扎口袋那样被扎了起来 他的手机里还有照片以及影片 都可以清晰地看到睁眼以及线头 而且妻子也是直到25号 也就是生产的第三天 被张继雍拆了线才正常排泄 8月2号 沉默夫妇从凤凰医院出院后 立即到罗湖公安分局黄辈派出所报了案 警方已驻产是张继雍涉嫌故意伤害为由立案侦查 8月12号 公安局公司的法医验伤报告 当中是这样写的 鉴定意见是 林立平肛门周围见环状质核脱出 水肿 脱出雾在9点位 可见黑色丝线缝渣 肛门周围皮肤未减见损伤痕 这份由法医出具的报告 跟钢肠科主任的说法一致 张继雍说谎了 他的确是缝了针 但是又不全是谎话 他并不是将产妇的肛门给缝起来 而是为了止血 将脱出雾给缝合了起来 见到这份报告 沉默是失望的 如果不是肛门被缝 那他就失去了提告张继雍的最有力证据了 沉默说 妻子现在已经患上了重度抑郁症 虽然张继雍并不是缝闭了妻子的肛门 但他对痔疮的操作是否合规 还是个问题 现在还在等待助产室 跟医院给他们一个说法 将来不排除对他进行提告 可是任谁也想不到 诶 张继雍那边 比他早了一步 居然把他给告了 一起被告的 还有两家新闻单位 提告的内容是 侵犯名誉权 并索要金额10万元 怎么加害人成了原告 被害人反成了被告呢 沉默很是不解 在尚未开庭之前 沉默委托代理人 反诉张继雍侵犯名誉 相比张继雍要求了10万元 沉默只提出了 1元的精神损失费 一审结束 深圳罗湖法院 判沉默夫妇 败诉 关键问题就是两家新闻单位 没有实际证据 就胡乱将沉默的猜测 作为唯一依据 操作了一条标题为 遗嫌红包给的太少 助产是缝了产妇肛门的新闻 张继雍确实收了100块钱的红包 但事实上 沉默后来也在病房里的置物柜里 找到了那100块钱红包 报复性的缝肛门 不让产妇排便 那纯纯就是沉默的猜测了 明明他所做的操作 虽然超出了他的职业范围 可是这是为了救人 为了帮产妇止血 这可是其他医院 几个钢腸科专家得出来的结论 无论是缝还是渣 他处理的都是痴疮 而不是肛门 你可以说 哦 这专家那也是医疗体系的 人家是一家人不可信啊 这也是沉默夫妇的质疑 但法医那边出去的报告 也是一样的结果 法医那可是司法机构的了 这就不是一家人了 最终的判决如下 沉默夫妇 需公开向张继雍道歉 并赔偿精神损失抚慰金 3万元 考虑到两家新闻机构 已经进行了更正报道 张继雍已撤销了对他们的控诉 不过央视记者王志安表示 撤销对媒体的控诉 是因为受到了某些势力的干预 对于该判决 沉默表示 肯定是要上诉的 不过我查来查去 只看了沉默夫妇 控诉凤凰医院和张继雍人身侵害 但是却没有找到最终的审判结果 不过按照上诉的结论来看 估计也是告不成的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 也只收到了沉默跟林立平 于2014年撤销了对 深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控诉 控诉的内容是 请求判决和确认助产市 因红包不到位 逢产赴冈门的这份调查报告 不符合事实 至于撤销控诉的原因嘛 虽然有大篇幅的庭审记录 但是我是有看没有懂啦 反正大概就是原告 也就是沉默夫妇 提交的证据不太够 沉默夫妇应该也是知道 各方面的证据都不够有利 官司打下去 也是浪费时间 浪费精力 浪费金钱 所以就撤销了 这个事件里完全没有受益者 全都是被害者 助产是张吉庸失去了工作 后来还患上了直肠癌 怎么刚好就是直肠呢 他回到了陕西老家 跟同样暂时没有工作的妹妹相依为命 林丽萍则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天天哭 一直无法从事件中走出来 以前开朗的性格全变了 动不动要摔孩子 且多次有自杀倾向 为照顾契儿 沉默也无法工作 最终一家三口从高档住宅搬到了廉价住宅 而深圳凤凰医院则停业整顿一年 开业后又因性欲受损 病患锐检 被迫暂停营业 于2018年注销 虽说没有获得实证就报道了记者财汇群 短暂地收获了流量带来的金钱收益及名声 但是冯刚门事件被定论为虚假新闻后 该记者也被定上造假的罪名 从此消失在新闻界 哎呀真的是一波三折 最后竟没有一个胜利者 我觉得最可恶的 反而是那些记者 在此获得了沉默一个人的爆料时 没有了解事件真相 就报道他们所认知的事实 在资讯不透明的今天 媒体往往就是最有能力 又最能直接影响公众的工具 新闻不是应该是描述客观事实 不带主观色彩的媒介吗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喜欢这部影片欢迎分享留言赞订阅 获取最新的影片通知了 拜拜 双方在法庭上争的是不可开交 在法官宣布暂时修宁期间 张基荣的怒火再次爆发了 你当时向我唱腿 我都挺原谅 你太坏了 你真的太坏了 你说这样就想玩了吗 你是一个人吗 你有意思 你是不是要怎么这样的办 一个对另一个说 亏了良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